美国对华入口商品征关税中国驻美大使称会奉陪到底? 在对华贸易措施的消息公布后,崔天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色部账户上发布影片回应,他表示,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,唯如果有人要打江汇战斗到底,并做出反激及报复行动,如果有人运来,我们中国乐意奉陪,看谁撑得更久。 崔天凯又提到中国备制侵犯知识产权,他表示,美国的执控毫无根据,中国一直孤立创新,以法律保护知识产权,对所有国家的企业一视同仁。 他既望华府能明白任何人都有能力创新,美国不应独占,更不能以歧视的态度是中国为知识产权的小偷。 他强调,美国采取保护主义对各国都没有好处,不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不能接受。